这首的话是选择把泽力搬掉 这样一来的话 开出了两个ADC 两个ADC开出了 只是没有垂直搭配了 而且打野其实有的还在 芒僧 赵姬也都还在 对 现在可能就是 对于下路的一个班位放得更多 所以导致像打野可以更多的放出来 好 这边又非流思 直接要给赖特1抢 那另一边的话 BLG这边是可以拿金克斯 然后再加一手打野 左边是直接把两手保护性的辅助都搬掉了嘛 就如果BLG这边要去拿露露来 去搭配金克斯的话 那其实左边还是有机会出黄子的 对 现在看一下怎么考虑 那其实最近威威的英雄是比较潮的 就是他有什么 包括像是人马呀 波比之类的英雄 这个英雄其实在接下来的版本 会非常非常热门 是的 来 这边要先选日女 这是Chris之前使用最多的一个英雄 雷娜直接拿下来 也是保证了一定的主动性嘛 毕竟现在随时也不在了 所以他对线上面应该是不太会有人 可以很轻易打断他进攻 除非拿个莫干纳 但莫干纳这个版本 确实也不太适合目前为止的辅助生态链 那么中单位置来说的话 其实飞机这个英雄依然也放在外面 飞机这个英雄目前版本是没有受到削弱的 依然是可以选 那么看这边还有卡牌 对应币的卡牌是给放出来了 直接芒僧加上卡牌的中野 这前期节奏应该会拉得比较快 这边其实前面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LNG在此前比赛里面被搬的最多的英雄 就是冰币的卡牌 一共被搬了八场 要知道他们其实这个赛季都没打多少场比赛 是的 主要是有了卡牌之后可以去帮助上路了 如果两边上路都是拿这种战士型的英雄的话 那其实有卡牌的一边就会很舒服 对 那么Vofo这边的话 他此前的比赛里面 是没有使用过赛拉斯的 不知道这时候会做一个怎样的选择 这边比较机是先把肇型给选下来 可能现在要针对的 还是针对下诸位 只需要搬掉像是太太之类的英雄 现在自己已经拿了日女 而且已经没有垂时了 而且Vofo在这个赛季 也是暂时没有使用过瑞斯的 就现在可能大家打卡牌 一个赛拉斯一个瑞斯 可能会比较好去来应对 因为如果拿到加里奥的话 这个英雄其实在中后期 会缺伤害的问题会比较明显 对 这个赛季其实加里奥都没赢其场 我记得军地好像就其中赢过一场 好 这边是选择搬掉八条 Vofo之前是五战全胜的英雄 要不要记这边要不要搬泰坦呢 其实可以搬下泰坦 保证自己AD一个输出环境 现在如果搬完泰坦 对面好选的应该就只有牛头之类的 是的 所以如果拿牛头之后 赛拉斯其实是真的有很大空间的 对 不要记这边要不要考虑搬下泰坦呢 这边把泰坦给搬掉 那 看下LNG 这边应该还是要针对中单这个位置 选择 选择针对了一下Breece的 选择针对一下Breece的这个格温 但是原来格温没有的情况下 杰斯还在 对杰斯还在 我觉得两名选手都非常喜欢使用的 其实上台现在有很多英雄都可以选 对 杰斯 南枪 然后包括卡密尔 剑基这些都还在 而且两名选手都是会用的 就感觉出一个中单 这一手是比较好的 瑞斯 这边也是有一定的游走能力 但是 现在得看上单这边 阿勒这里会选一个怎样的英雄 其实杰斯一般是不会被康特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且毕竟有卡牌在 可以帮一下 那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真选了 那左边这种会比较偏脆 卡密尔 直接选下 双卡双带组合 那最后一手辅助 看一下要不要选牛头 皮猫会做一个怎样的选择呢 这边是要搭配合费流斯 牛头 现在没有好用的硬斧了 感觉牛头应该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其实牛头已经是 现在比较好用的硬斧之一了 主要其他都没了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手 呼吸会拿什么来打 他最近是练了挺多刀妹的 当然见机是打卡密尔的标准 是的 因为武器现在打卡密尔 有些时候 你打老卡密尔 不一定有那种效果 但是剑机是非常好打 没错 而且如果拿下剑机的话 我感觉两边的阵容 其实在中上这一端 还是比较相似的 上路的话两个战士 中路的话 其实两边都是可以去支援到上路的 那这个对线就好看了呀 对 这边的话是选择了剑机 果然上路是 如我们所料 选出了两个战士英雄 阵容选定就绪 其实在阵容方面的话 要问就会更快一点 卡密尔 蒙森 以及卡牌 作战能力会更强一些 他在前期的带节奏能力 都会更强一些 包括像是 其实厄菲流斯和牛头 在前期作战能力也不错 因为毕竟厄菲流斯 有功能性在 嗯 而在另一边的话 剑机这个英雄 更多的还是在单线上面 打一个压实 以及单带 如果说真的要来打团的话 他的效果是肯定不及卡密尔 进入比赛 蓝丝方 苏州 杨文介 红丝方 必要机 平安银行 两边上单带的都是不灭 而且阿乐这边 是带着一个闪现 他是并没有选择 硬打对线强势 确实 硬打对线强势 肯定就带一个点燃直接上 这主要带个保线 带个闪现还是稳妥一点吗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一旦被抓了 还是多一个逃生手段 嗯 这次带了一个风暴巨集 这边 赖特是带了一个零星猎手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 也得选择带这个带这个副文了 因为反正都是要点红色 这个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 是 反而两边打野都是下半区的开局 那感觉一会儿 上路这边的视野 应该是会比较满的 对 但其实这局 无论怎么帮克瑞斯 他这把后期想要单带营 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对面毕竟是个卡牌 就给他的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就不是像之前那种什么 蛮王之类的 你可以一直去带 然后也不怕对面抓 剑基这个英雄还是挺怕 就是和对面对拼的时候 忽然来给人抓自己 中路伏伏 坏雪还换得很主动 两边的中路 我看到这边 芒僧刷的还是比较快的 红buff F6直接往上走了 直接指到 球一下打出一个余震 双方换一套 前期金克斯推荐还是稍微快点 毕竟一几个肥留斯是没技能的 是金克斯这个致命节奏 只要触发的话呢 感觉洛飞六斯就推不太过了 再加上配的是一个牛头 再加上牛头一级确实是弱啊 就感觉在一开局的时候 比较记这边取得了三路的线权 中路这边瑞兹也是一直在很积极 去推卡牌的线 他在这边是没有选择刷三龙 直接把蛤蟆刷完吃醋 然后再来刷懒吧 上路一直被压线 其实两边都是知道的 因为都双方都是帮了打野开局 所以也都知道打野在上半区 所以你这边在压线 也是刚刚放了一个视野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杜绝了毛森从河道过来 干客的可能性 就毛森这波上完之后 可能要往下路走了 因为上路这个线的话 其实如果要反蹲 可能会耽误很长时间 松松下路推完线 来中路看一波 来看一下硬币哥 硬币哥现在压在塔下 都够趁着这一步推完线回程 是出了一个矿刀 直接开滑 探掉果实没有探到芒森 两边准备争上路这个河系 但是雷欧娜这边是提前来了 这波直接来 她是要开始走的 因为一直都在被推线这里 但东英币这个位置 反而会有一点点危险 准备出 想先一直到找东英币 东英币交出了闪线 这边在我雷毛这一靠 雷毛直接把人给顶走 QQ起两个人 但是这边一个已经能过来 雷维是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自己的生活机还不错 绿拔杀最后一丝解交出了闪线 她就回头一Q 并没有Q到任何人 而现在扛了一下塔 帮帮松松扛了一下 这波是刘青松的游走啊 二级直接来 是 这一步应该也是感觉到了 上河系可能会出事 她是提前就动了 然后再加上中路有限权 所以东英币刚刚过来 那个位置就直接被包 刘青松这个限手非常果断 直接闪现过强指 这边因为是刚打完河系 直接先牵手 想抢啊 有点可惜 然后再加上松松这边一看到 直接闪现一 一闪指导 挂点燃 虽然绿毛来 其实来的满及时的 但是 这个时候对比的血量 已经被打得很残了 这样一来 卡牌有一点点糟重啊 第一波交了闪现还正王 而且刚刚踢回线之后 应该是又毙了一波 嗯 推完一波线回家再闭一下 两边护士官都是交了全招 而人头是让威威拿的 现在等地起来之后 阿乐也不是特别怕 把线送过去应该要回家了 嗯 这波阿乐应该是直接闭 而且兵线因为推过去的 他这他这波甚至可以走出来 因为剑机的推线也不会特别快 就怕这波剑机可以把这个线卡在这里 其实是比较保险的 嗯 两边应该都要交踢 对因为布里斯时波线是 小推出来一点 然后卡在塔前了 刀越快 两边上的同时踢出来 都是带了一个耀光 听见机晚回家 这边多补了点刀 多了把白剑 两边辅助又来了 很同时 但是绿毛这波 他是没有闪现的 对而且 等级还是差了一点 因为刘生松已经四级了 但绿毛这边可以看到他 才三级多一点点 这个时候最好 其实吃点惊艳为妙 因为牛头 他如果说 待会儿就这样一直不吃惊艳 到八分钟那波 他是铁定到不了六的 他是到五都困难 那这样打下去的话 到龙到先锋那波 有可能接不了 这波他暂时 来到了上路 在等 在等阿乐到六 还差一个兵 卡牌开大了 往上往上走 这边一张牌 W先挡住 但是他给了一个点燃 一技能踢 踢到了 这边应该是走不掉了 是的 像这种来干 可应该是没办法防的 因为他毕竟 W只能挡掉一个技能 对而且 主要还有一点是因为 他其实也有点放松警惕了 因为阿乐是五级开始 他也没有放松 他也放松了警惕 直到冰蔽亮大招的那一刻 是其实还是中路这波 看起来线并不是很好 但是有点不小心了 其实动得很快 而且击杀效率很快 杀完之后的话 也可以回到中路 继续吃线 张艺莱斯也不亏多少 而福福这里非常的稳啊 回家之后来了一个铁板鞋 这个对于瑞兹来说 挺稳的 太稳了 这把应该就是那套 蓝瑞兹吗 嗯 应该是那套摩日寒冬的 直接防御属性拉满 最近比赛看到这样的瑞兹 都是贼肉的那种 对 这种瑞兹 当然有些时候 他可能第二阵摩日寒冬之后 第三阵还有转沙漏 但是有些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对比他的那个 那种可能就是全肉的 就是出自然之力那种 但有些的话 可能后面还转一点点AP 其实还是要看情况 因为这把LNG的一个阵容 他主要输出都是 比较偏向AD类型的输出 毕竟他中单是一个卡牌 没有说那么多的AP伤害 更多的AP伤害 都是冬必的卡牌来打 但其实冬必的卡牌 大家不要看就是 就是什么泳装卡炮的 火炮的卡牌 他可能伤害不高 他的卡牌比较会打输出 就经常能够偷到伤害 其实赛前你有提到吗 他比较会在团战里面 找出位置 是吧 确实上路镜头非常的多 不过上波打完之后 Brice也没有落后多少 因为毕竟阿乐是没有拿人头的 两边经济也没有差多少 是吧 BLG下路打得很主动啊 这波金泽斯都来了 因为小五先锋已经刷新 应该还是想 先动一波手 但是我们看这边绿毛 他的经验实在太低了 他现在还自己办 而松松如果再吃一点经验 甚至可能到六级的 所以这波先锋应该不太好争 其实主要牛头还是因为上一波 现在是因为金泽斯退完之后 雷尤娜才动的 但是塔下那波 现在是和辉尔斯一个人吃 他是直接过来跟雷尤娜游走 所以他会有一些经验没有吃到 现在有个等级差 这个等级差也就造就了 这一波可能牛牛过来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么多 那这个先锋的话 是让标记拿下来 其实LNG虽然有帮助自己上弹解围 但是两边上弹经济没差多少 反而是这边先崩掉了 可能有一点点伤 而且现在 LNG如果想要打最好防守一下自己中塔 不被对面一波推掉 对 而且现在瑞兹还是有大招的 卡巴大招CD还没有赚好 现在主动性还是暂时握在BLG的手里 战术横扫扫到 后面芒僧来了 尔子是直接走线上来的 一技能贴W挡到 但是你挡这个贴的话 就吃挡不了这个大招了 丢下小斌交闪线 不认死一丝血没有死 哇很极限 嗯 这波确实很极限 来卡巴开大招 但是瑞兹这边也开启一个大招 保一下 那这波是帮助了自己的上单 虽然说被打掉了闪线 但好歹是命保护 确实这波伤害差了那么一点点 对 因为之前也是有听说吗 就卡米尔打剑机这个对线 你剑机的W一定要拿来挡卡米尔的大招会比较好 挡意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好走 对 你挡意对面开大招你是走不了的 这波打完之后 还是把命给绑住了吧 但是这波丢臂并没有飞 中路是小转一波线 我们看在这里 W挡到 再过来 直接踢 还是红蝶结束 然后刚好升级了 到八级的时候交完闪线 直接走 如果没有回这口血的话感觉是有 而且刚刚好像 王松的Q说被小兵挡住了 反正有一瞬间看到他好像出Q的样子 但位于距离不够长 我这波布里斯好歹是命保住 回家处理个小木锤 中路波布还是一如既往的 现在中路刷着 波布下来身上带着这个线索 现在还有两个分钟 十分钟才开始动小龙 对吧 小龙节奏还是比较慢 哎 这个小龙 左边应该还是可以稍微来回防一下 卡牌这边也是有踢劈的 但是 回防踢出来的话 龙肯定就已经打不了了 因为下路是被推一波线进来 还是想想 但是被拉出去就算了 对 因为来他刚才是在塔下吃线 这波没有办法 上路刚才好像是 阿乐多吃一点刀 这波是回家多套了一个燃烧宝石的 两位前期打的还算是比较平稳 对应币大招还没有好 但是又在网上靠下 不过这波靠 并不能够给剑机多少压力 因为剑机上半区是有两个真眼 帮他探照的 三个真眼 上半区这个视野 红色房这里直接拉满 剑机自己还做了一个假眼 就直接给自己保护的很到位 对 而且这把中队非常的主动 他一直在往上路游走 阿乐战术风扫完 这波应该是要准备往后撤一下了 因为对面人都到差不多了 这波想要给波压力要放先锋 瑞兹这个位置是有机会开车的 时间回程 现在先锋水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这个大概还有不到一分钟 看准备放哪里 应该还是得放上路吧 这边我赶紧过来防守一下 对 呼吸哥看样子就像当面放个W来骗一下 你看我们的W你来动手呀 那结果旁边是有人的 对 就时不时想放点技能 骗个破人 一技能 踢 这边并没有踢到 阿乐这里 双方互换一套 大招给过来 这波好像像张当了 但是两边都在往上面来 这波先给一个星月红扫 第一次盯住来 威威 威威这里 可雪回一口 回了很多雪 波波也是过来了 这边位置把身位给拉开 抖口的一把远程火箭 收掉对应币的人头 这波在哭上前 但是换不掉波波 波波这里把位置给拉开 还有最后一丝雪 闪剑 停A 差一项 阿乐收掉这个人头 但是自己能走吗 他把闪剑已经交过了 是的 还有三秒 但这个时候已经被照片严重了 拉出来 这边能不能烫死 还有最后一点选50多滴 Q一下 W车 没车到 但是上面冰箱马上就过来了 霞骨先锋也在 对 先锋马上带过来 开了这个人头 也Q一下 这上给了Breece 我这一波对拼 威威是把自己的雪亮压到最后一个 才按的可雪 回了一大口 然后再加上Dougal的这一发 斩杀的火箭 这波在上路 不要及时打出了挺大的优势 确实 因为这波算是第一波上路的3V3碰撞 主要是第一时间 左边集火目标算是赵信 赵信他有大招的存在 你要打伤害 因为离卡这么近 其实挺危险的 而且因为这波是卡牌交 卡牌交大 然后瑞兹交TP 第一时间左边集火的人 并没有杀掉 这样导致右边的输出更多一点 是 我看这边 第一时间集火 瑞兹没杀掉 然后威威一丝雪 什么他呢 100多雪 可雪回一口 真的 R闪回来真的很尽力了 因为这个位置只能踢回来 才有机会杀 然后这波互换了 我感觉这个铁板鞋应该立功了 立大功 不然这波 这有可能一脚直接踢死了 左边的输出更多的还是来源于AD嘛 前面输过 那这样一波打下来 赵信是很肥啊 威威这把节奏又非常的不错 先锋收益 320块 但其实除了这个320块之外 刚才还有人头的进展 这一把卡牌前期的节奏 诸多不顺 第一波在野区那一波 节奏丢了之后 虽然说在上路抓了一波Breece 但是 刚才这波又出事 早知前期的节奏 最终还是没有瑞斯好 这样打下去 其实对于LNG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是 金格斯这边 矿刀已经爆了 再加上路这波支援 他现在已经有狂风了 这边还蛮不错的 嗯 威威扫一下眼 直到这边没有眼的眼 就在前面这个草丛 抬一下 宾比的大招马上掉好了 但这两个人留人手段 并没有那么多呀 对 剑机是没有什么留人手段的 嗯 卡密尔还比较灵活 他只要提前没有自己去动手的话 大概就可以走掉 不过这一波由于上半区 刚才已经交换过一波技能 在上半区也打过了 现在BLG打得更强势一些 两边的下路也正在往上面去赶 但是我们看到LNG是走河道啊 这边BLG是二流流野区的 这波可能要先打吗 不过卡牌的位置被稍微隔断了一下 不太敢过来 先锋应该是非常必要紧拿下 是 这个位置LNG应该不太过得来 因为刚刚绿毛可能 哎 这边阿乐被钉到 一技能 这边是还好过了墙 但是上边挂了一个大招 便一下 就可以打出这个回血阵 瑞兹雄丢丢气昂昂 直接从这个塔后过去了 瑞兹直接涌上把他钉住 这波阿乐想要去 想要去这边看一看 但是先锋已经掉了 其实没有太多可以看的 没有看的必要 而且刚刚也是下路双人组 来到了中路附近 可能想尝试包一条这波卡牌 直接开大刀 直接先钉到 在这个泳霜 想要再套一个虚弱 瑞兹能走吗 他上还有一个闪现的 闪现走的这个天音波 在Q拉开身位 没有让顶臂丢出这张黄牌 是 于从是不要借先锋到手 小龙一拿 前击节奏这一把 威威带的是真不说 确实感觉都是 全队的联动性做得非常好 像刚刚在下路给到镜头 也是感觉到 就是绿毛也是很早的想去回城 然后来支援这一波 狭虎先锋 但是刘青松一直在打断 他的回城 一直不给回城的机会 这个位置又被卡住了 这边想要动牛 肯定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就是把人给逼走 保着个真眼 下路这边被踢到 给了一个眼 这边踢过来的是一个 踢过来是Brice 但是Doggle 应该要直接阵亡了 但现在卡米尔 一技能CD还没有好 这个位置感觉要被追死了 刚才直接踢的小兵 不过因为这一波 因为这一波的撤退 导致上路这边 是被先打掉了一塔 这边定到了 定到了是一个对比 对比交出了 闪现的还是被迟到 不过刘青松这里 用力交出一个金身 并没有被换掉 前方是直接撞到了二塔 再戳上来 绿毛雪了下的 有点点滴 还好把闪现给交了出来 维维这里好凶啊 但是这个时候MG 在上路直接连拔了两座塔 LG的交换 其实是完全 就是它是 它止损做的不错 就是换经纪上面 做的还行 虽然节奏上有点落后 毕竟中塔掉了 但这一波 已经做得很好了 因为毕竟下路 抓掉金格斯之后 卡密尔也是被抓到了 然后与此同时 BLG中路放先锋 其实BLG这一波 进攻的节奏 打的是很快的 双方忽然一波提速 换掉了非常多的塔 但BLG最终来说 还是更专业的 因为它是推掉了 中路两座塔 下路这里 有一点点不太小心了 这边直接踢下来 阿乐这里是已经走不掉了 因为自己全技能都已经焦光 两个IG皮肤互砍 Rose回家 大会叫掏出大九头蛇来了 发育很好呀 走吧 卫兹率先两件套 林东已经套在了身上 表迹现在 其实握着大多数的主角 我们看一下刚才 眼下回程被打断吧 哎 绿毛这边开了一波 扇手顶回来 雷斯松雷斯交一个闪现 往后拉单 绿毛地先被金格斯收掉了 大高定定到了 一个新灰 你完全撒空 过来的一个卡牌 接近进度是一个赵信 但是随时 福布也是支援过来 既然到了日女 但是这边正面战场 感觉不是特别好走了 军币不是特别好走 这边是被涌双 接到两个人 阿乐过来 有一个闪现的能走吗 一个一闪 启到 都可是留点危险 都被换掉了 但是上野 也是随即被LNG击杀 不 被BLG击杀 而且这波 甚至夫妻哥都没有来 这波在正面团战 BLG算是打了一个 大获全胜 赵信现在发疑越来越挡不住了 是的 这波打完之后 甚至进来反波也 然后上路舰机带了一下 上路的一个一塔 牛头过来 稍微防守一下 二塔还有费路斯 这个二塔应该是 没法拆了 在19分钟 战略宣伤点已经可用 但是现在BLG 三线齐推 其实再往外推的话 这边不好推兵线 LNG已经有点 好 这一波是绿毛 想去作演 结果BLG这边 三人主直接早早 等在草丛附近 一级大招 死你还不够肉的 然后这边定定的是一个 威威 威威 装备实在太好了 没错 赖特居然先走 但是后面 这边泳装定住 两个人 安乐直接一闪踢 硬换走走 其实这个位置 没有说很好走 但是这样一直换来换去 换下来 威威现在已经两件套了 威威的装备 也是越来越好 这段时间 威威其实有点无敌 因为左边现在 有点难打动他 左边的伤害 本来就主要是以AD为主 对 两件套的造型 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 对 这大招一开 其实现在这些手长的AD 又不太好打到他 然后再加上又打不动 选手跟可雪 这两件套一配合 现在直接在团战里面 的一个城上的拉满 对 而且再加上如果 左边其他的主力AD 说阿乐去找这个造型的话 那就更不用说 其他人 BLG这边中单和AD的 输出也非常高了 如果他把伤害 全部交给威威的话 那这两个人就可以收割 而且现在也是 形成了一些装备的差距 LNG这边基本上 还是人均一件半左右的样子 但是BLG已经 人均两件套在手了 这条小龙椅马上就要刷新 感觉LNG真的不太好 只能靠抢 这一波 如果说硬要争的话 有可能LNG会丢更多的东西 是的 因为现在是有大龙了 山路兵线带一带 中路霍霍直接走过来 OK 罗斯刚才是念了一个回程的 感觉这个先 这个小龙应该是不要了 而且他们如果这个时候 直接去20大龙 速度也不够快 所以他们现在 只能去尝试 交换一下下塔 但是现在下路的兵线 又不是很好 这条龙只能放去 给自己的C位 拖更多的发育时间 现在BLG 两座一塔 一边是金格斯手 一边是这边的剑击手 这两个首先能力都非常强 那战略点肯定是拿不到了 不要急 在21分钟 一拿到自己 听牌龙 那么在25分钟 26分钟左右 不要急 有可能要打这个龙魂 LNG那个时候的作战能力 感觉 有可能可以接 要这段时间不出事才行 这段时间 如果不出事的话 到时候应该是一个两件套 打两件 加一个1000左右的样的样子 对 所以这个装备差其实可以接受 主要是大战的差距不要太大 就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了 现在其实最关键的点 还是在于BLG这个单线 REST的发育有点太超前了 他这个单线 打阿勒完全没有多少压力 在加上这把卡牌 他节奏没有打出来 他其实打团的时候 输出压力是挺大的 而且他这种装备 基本上卡牌在团战里 就是一个点控的作用 所以两边打前排的速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边Breeze很稳 虽然说下路卡米亚 已经在线 甚至带过了河道 但是只要卡牌不露面 他是不会出去的 他就是在自己野球晃 收塔下去 刚卡牌的那条路先推 塔站摸下队友赶紧走 因为身上已经没眼了 上半区逼近一波 上半区现在看到卡牌 下路Breeze已经可以慢慢推了 现在想要找个机会 直接开始动龙吧 但是这边其实都没有做到视野 所以先把眼给排掉 现在要开始给LNG一些视野压力 在LNG有两个蓝色探照 然后再加卡牌大招的情况下 想要偷龙 不要去还是有一点点难的 这波可能尝试打一打卡密尔的TP吧 这边应该是准备打卡密尔TP 但是蓝色视频吧 两个都要好了 就毕竟见机也还没有过来 所以也先不着急 伤害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翻行 打得真的不够快 但现在LNG其实要找机会 把自己的野区视野稍微排一排了 蓝大幅野区这边命运妈妈的视野 还有两分钟 这个小龙就要刷新了 阿勒这边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随便币的 他的被动是额外增加了800块 这两个多人头呢 这把运气其实还是挺好的 虽然说他没有人头进账 然后也没有多少塔皮 但是伯伯和他的装备插子 并不是特别多 看这波有没有金身吧 因为毕竟苗白已经没了 现在有金身才更好 在团战里面有更大的作用 没补出来应该还差点钱 对应该差一点 还两分多钟 感觉有机会可以拿出来 阿勒现在已经拿到了 这些死亡之舞 但是对拼来说可能还是拼不过 对拼过来 阿勒这里能走吗 这人被垫在原地 再来了一个涌霜 阿勒应该是走不掉了 还得开出一个大招 直接被中路前去带线了 这波不能让对面再来推 因为这波再推的话 可能就是高地了 但是他这波带到线之后 要赶紧走 因为这个位置 如果标记直接包过去的话 他应该不太好跑 因为身上是急跑 又不是闪现 对 他是直接走到上面去 哎这边 威威直接向前 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 这三个人拿的是 没有什么办法的 哎从事下路 我们顾一下 布里斯这边 已经在插二塔了 他带破 拆得非常快 应该拆掉了 上面卡牌也是 急跑一开 直接拉出了正面 这里被定住 自己可能有点的危险 二雷连起来 但是他有一点点肉的 打了一个末日寒冬 身上这边也暂时不会死 虽然被套了一个点燃 但是还把身位给拉开 一个大招定住 听到是一个芒僧 他在闪现摸了一下对壁 再给了一个火箭 那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也是走不掉了 竟然打野阵亡的 必要机 应该是可以直接把大龙拿下 没办法 这次现在身上 太肉了呀 这一身装备 对 本来就说了 左边主要以AD出处为主 他又是一个守望者铠甲 又是一个铁板靴的 再加上一个末日寒冬 但给了点燃都没用 大龙25分钟 可以直接拿下 不要机这把队营 确实有一点点令人窒息 这把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就像这一波 看起来像个机会的样子之一 有可能是故意给的 因为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野骨包过来特别快 再加上瑞兹 现在的一个承伤能力 打着定住 太阳要被定住 抬断之后闪现摸人 但是这一步一看人来了 走不掉 先掩护军地走 回家之后 布瑞斯也是刚才联收人头 超出了死亡之舞 现在只要进行一个两路分推 开车过来还要留 但是这边 我们看到这片绿毛是直接过来了 不过这里可能有一点点危险 还是有个闪现的能走吗 但他太肉了 这一波打下来 甚至都不掉什么血 而且两边支援速度都非常的快 这边刘秋松准备去绕后了 这位置很有可能的报道员 就连结石指到了 只要是一个塔尔战 打到定地到了两个人 塔尔战和对比都被留了下来 一张黄牌进 但是塔尔战开了个精神 在原地准备卖一下自己了 再摸下队友 又止又止了 上去 最轻松有一点点危险 可能要被换掉 把点换扛了 换扛的是波波 但最终是被换掉 但是这波很有可能会让都够起飞 最终是剩四人才去 交掉几乎所有技能的LNG 回到泉水之中 一波野斧的互换 而且中路的线又来了 直接坐门离开了高地 这波要准备去拿电龙魂了 海克斯科技龙魂 哇这打的真的很稳 因为其实稍微修整一波的话 中路这边摸摸塔应该是可以的 但其实他们选择最后一条路 就是直接回来去打一条小龙 对然后回家重新一下 因为这波其实自己也交掉了不少的气氛 这一波 哇这波看起来真的 可能完全没有想到 波波打完一波下来没掉什么血 我刚刚看他直接回家买了个冰箱 听到两个扫开 教精神可能要卖自己 然后给摸一下 再指 双方再出唤一波 就这个位置 后后在侧面直接把Light定在了塔的范围内 导致他还交了双招 经济差距一来越大 28分钟现在已经将近快有一万的经济差距了 9000多 9000 而且现在打也有复活甲了 威威这波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直接戳上去 后果已经有了冰箱 哇这个电龙魂 其实看起来效果到一般啊 找一只让获得位置 它是有黄蜂的 有黄蜂有闪现 没有那么好动 后面有个TPTP关了 这个卡米尔 这边直接过来 电电电到三个人 无几三人之后 现在数据能不能跟上 后面对面给人让黄牌 电到是个Doggle的 远地开出了一个精神 但是现在还是先把牛都给收了下来 一个大火箭收掉了对方的ATC 同时是击他条卡米尔 拿到一波三杀 现在塔尔赞和Doggle的 那不是他们家的方向啊 带着冰线 有可能可以一波结束比赛 虽然是过二换二 但是留下来 二换三 但是留下来有作战能力的 标记还是更多一点 没错 毕竟金克斯在 赵新的佛偶甲还在 然后剑机还活着 三个人差卡太快了 他在经历想守一下 他在科学回了一口 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回血阵打了出来 打出了一朵莲花 这边又是空暖天赤 电到了Doyabi Doyabi回到泉水之中 开出精深 那我们应该可以在29分钟 恭喜BLG 拿下BO3的第一局比赛 恭喜BLG 这一场就从一开始的时候 打的算是比较 行运流水的时候 由于第一波 峡谷先锋的节奏